人跟人之间啊 为什么有些人脑子本来很清楚的 思维很敏捷 但是碰到了另外一个人之后呢 你的思维突然会打乱 要讲的话想不起来了 被他一讲话你傻掉了 或者停止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有一个磁场 这个磁场呢 都有一种释放和吸收别人磁场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经常和一些脑子里比较肮脏的人 在一起接触 他会把你的磁场污染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你如果经常跟心灵比较干净的人在一起 他自己心灵会散发出的磁场 把你的心灵会净化 所以为什么要跟好人在一起 你会越来越幸运 你今天跟坏人在一起 你一定会越来越倒霉 举个简单例子 你跟赌鬼在一起 你是不是会越来越变赌博 赌棍 你如果今天跟一个好色的人在一起 你是不是整天就会变得好色了 你说他的影响了 对不对呀 如果你今天跟我们学博的人都在一起念经 你是不是会变得越来越善良啊 我们在这里不会骂人 不会偷东西 不会做坏事 今天大家散发出的磁场都是正能量 那你坐在这里一定会很开心的吧 你想想看有些人 不要说跟人跟人的接触 就是打一个电话 对方哭哭啼啼的 你电话挂了之后 你的心情马上受他磁场影响 一会儿一会儿 哎 真没劲 对不对呀 很多人去参加完火葬场的追悼会 回到家里 人真的没意思 对不对呀 你跟我们在一起 越来越有意思 因为我们讲的是 人不会死的啦 现在很多人问台长 台长你很厉害啊 你什么都知道 手机有没有磁场啊 肤色啊 当然有了 手机你打了时间长 你头会痛啊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磁场 干扰我们啊 对不对呀 但是就像人跟人接触一样 虽然你没有觉察到 他对你的这种影响 如果我们今天讲话 跟我今天说 哎你知道吗 今天这个天气很好 边上来个好什么啊 昨天还阴天呢 你说哎呀 这两天过年了 我们要开心一点 开心什么 跟你这种人在一起生活 能开心吗 你想一想 他只要反对你 你已经被他的磁场产生混乱 他再讲第三句 你妈就 你给我滚蛋 来了吧 是不是受别人影响的 所以你就会变得烦躁不安 这些都是人现实生活 学佛碰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思想一直很聪明 很稳 很敏捷的 碰到什么人都想不起来 但是他碰到另外一个人 跟他一讲话 他就傻傻了 你说人傻不傻 人被别人外界的影响 已经大到不可能控制自己的程度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会被人要骗 就是这个道理 你想想看 我们不是被人骗的 我们连电视剧都能骗我们了 想一想看个连续剧 明明知道这是假的 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不停的擦还要看 你说我们被人骗成什么样子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他的磁场 并另外一个人的磁场包住 他自身的磁场的功力就没有了 所以对方磁场比你大 他就能干扰你 穿透你 甚至把你全部覆盖掉 把你的意识 他可以锁在一定的范围和空间当中 他就可以完全让你的思维停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